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Doka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oka PostgreSQL加PgAdmin 今天咱们再搭建一个基于PostgreSQL的 开发环境用的数据库 上期我带着您 咱们搭建了一下MySQL 今天咱们再搭建一下 MySQL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PostgreSQL的数据库的开发环境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先看一下知识键 就一个咱们使用Doka容器 建立一个PostgreSQL加PgAdmin的开发环境 同时我今天的课件的所有内容 都会放到我的小马部落 Disco专区 请您到我的专区进行下载文档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就搭建一个PostgreSQL 是这样的 今天我准备还是给您采用Amazon的EC2 咱们马上通过AMI 咱们建立一个 上期咱们建设MySQL 今天咱们重新再开一个Server 咱们建立PostgreSQL Postgre最近这两年 好像也是非常的火爆 不过跟MySQL比还是稍微略逊一筹 但是也是不错 稳定性也是比较强 我上下公司用的就是Postgre 不过大公司好多 尤其游戏公司用的最多还是MySQL 这地方选择一个建制队 OK 实例咱们应该是已经建起来 我看一下 建起来之后 它会给咱一个IP 这个地方我给它起个名字 咱们就叫做FullPostgreSQL 好不好 OK 现在正在Pending 正在启动中 这两天Amazon的控制台 这个layout有所变化 不过也还可以 我已经习惯了 使用哪个都无所谓 这个给它复制一下 公有IP 然后咱们到我的控制台 粘过来 看能不能访问到 咱们试一下 还不行 这个虚拟机还正在启动中 是吧 你看 It's pending 是吧 刷新一下 还是Pending 这个关掉 Running 已经可以了 是吧 咱们看一下 IP应该是没有变 三点几的 OK 咱们再试一试 这个是显示第一次运行 OK 没问题 清一下屏 然后看一下Doka 有没有 有 在这呢 对不对 OK 那咱们就可以做了 怎么做 咱们按照我的步骤 第一步 安全动用信息 这个没说的 然后本地 咱们建一个Postgrade Sql目录 现在咱们本地 没有任何的目录 对不对 咱们建一个 咱们建的目录干什么 咱们建的目录 是为了初始化 咱们容器的数据库脚本 以及保存 咱们数据库的文件 保存在本地 好不好 咱们一点点的做 其实咱们的步骤 跟咱们建 MySQL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今天 咱们建的数据库 就是Postgrade 咱们想做的事 都是完全的一样 咱们建一个Server 同时再给它 配一个管理工具 UI管理工具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考上 咱们的Doka Compose 咱们把这个Compose 建立起来之后 我再给您讲解 每一行都是什么意思 马上拷费过来 OK 考过来之后 存盘退出 然后清一下屏 咱们看 我这Doka Compose 都干了什么事 这是今天咱们的主题核心 对不对 首先一个版本 这没说的 然后Server 开两个服务 Service 一个是PGSQL 这是咱们数据库服务 再开一个PGA Admin 这个是它的UI管理工具包 对吧 然后咱们大家看 在这个Postgrade 数据库服务里面 咱们Image 我用的是9.6 其实最新版本 应该是出到了13 但是为什么我不用13 因为我不就会9.6 不是 是因为最新版本 其实不稳定 像我用的最多的 像我用的 这个深奈化 最多的是9系列 所以我公认9系列是最稳定 您可以用12系列 应该也不错 好 我就用9系列 您这改成12 改成您的版本 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用的是R-PAN版本 就是比较微内核 好 然后接下来大家请看 咱们以后启动后的容器名 叫做DB下高线PGSQL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端口映射 把容器内的端口映射到外部 让外部的用程序可以访问到 好不好 OK 接下来做一个初始化的环境配置 默认我建了一个数据库 叫做MIDV 开发环境 对吧 其实您也可以用摄像环境 同时 咱们再建一个PG Admin 这是一个管理员 也就是说 以后咱们通过哪个UID 去管理咱们数据库 对吧 咱们建一个管理员 叫做PG Admin 好不好 然后口令12345678 我经常用这口令 其实这个口令是全球最弱 然后大家请看 做一个卷标映射 这第一行是一个目录 映射到容器中的一个目录 干什么呢 您可以在这个目录下 写上您的一些个数据库的初始化脚本 比如说SQL 比如说一些个Shell脚本 好不好 这地方都可以写 今天我们要给您做 一会儿咱们通过UI次动 也能够完成相应的功能 UI2 UI工具 好 接下来 接下来这行非常重要 这行是什么 这行是说 咱们Doka数据库的数据 保存在哪个地方 如果您不加这行的话 它会把数据保存在容器当中 容器一旦被摧毁 或者说数据库一旦被升级 您的数据无法移植 好不好 不是说无法移植 是移植起来 比较麻烦 所以说 咱们在建容器服务的时候 就要把咱们实际保存数据文件夹外置 好不好 比如说外置到我现在的Postrate 数据文件夹 好不好 这个文件夹咱们刚才已经见过了 对不对 在这儿了 好 接下来 这个就很简单了 Restart 当咱们系统 操作系统初音启动时 这个服务容器也会在自己重新启动 OK 上面讲完了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PG Admin 是这样 这个PG Admin 虽然它的镜像发布在了Doker Hub 对吧 但是您在Doker Hub上面 找不到它的详细配置 那么它的Doker的详细配置 您要看这个URL 这个URL里面写的比较详细 我给您访问一下好了 Doker Hub里面是没有的 对吧 咱们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已经正式release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您能够看 大家请看 TOSER 9.6没问题 13也没问题 如果您要盛展环境想用的话 又不想用9系列显老 那么我推荐您用12 好 咱们先稍微把它看 为什么 因为我比较喜欢双数 比较喜欢双数 大家请看 这里面有详细的触手画配置 对吧 您按照这个文档看也可以 好 咱们回来 好 那咱们看怎么配 首先做一个PG Admin 4的服务 没说的 然后应用这个镜像 这个镜像是在兜号上 对吧 然后呢 以后咱们容器启动时的名字 叫做 外部下滑线PG Admin 4 对吧 非常好记 然后呢 把容器内的80端口 映射到外部 这样呢 咱们通过外部 才能够访问到这个UI工具 然后呢 才能管理咱们自己 内部的这个数据库 对不对 然后大家请看 环境变量 这是干什么的 是这样 它是个UI工具 对吧 那么您打开这个浏览器 就要使用它 对吧 但是你得需要登录一下 才能使用 不能说谁都能用 对吧 得说需要输入一个 UseUp ID 需要输入一个password了 才能够使用 对吧 所以这地方呢 给咱们定一个 默认这个PG Admin 这个工具的 管理员的口令 好不好 ID与口令 OK 然后大家请这边 它要连接到一个 PG SQL的服务 这个服务在哪 就在这儿嘛 在这写的 它们是一个依赖关系 对吧 要不你没有这个 上面那个数据库 你下方光装 这个Admin 有什么用 对吧 然后呢 这也是 当这个OS操机统 重新启动时 它呢 也会重新启动 OK 给您讲完了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要编译一下 咱们这个Docker 但是因为今天 大家请看 今天我仅仅是使用了 默认的image 对吧 使用默认的image 我没有自己的Docker file 我没有自己的镜像 我没有打包自己的镜像 所以说呢 今天在咱们执行 Docker compose编译时 应该是什么内容都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打包的动作 对吧 那咱们试一试 不管有没有动作吧 我也给您确认一下 其实文件在呢 对吧 咱一直行 数一看 你看 它没有打包动作 它是只用默认的镜像 所以说 它就这两步都做了skipping 跳过 对吧 OK 这个给您解释明白了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直接启动咱们的容器 因为本地还没有这两个镜像 所以说 它现在去下载这两个镜像 一个是Postgrade 9620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Postgrade 对不对 咱们就等它下载一会吧 现在这个Amazon AWS 这个效率挺好的 下载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为什么 因为它是按照流量收费 对吧 哎呀 一说到这个 我用了AWS 我是真的发现了 你知道有钱 Amazon给你提供最好的付 没钱 那就坏了 它是按秒收费的 Amazon OK 咱们装完之后 清一下屏 然后通过PSC命令 咱们看一下 是否已经安装成功 Let's go 大家看看 两个容器都在运行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吧 OK 同时咱们再NMAP一下 本地的IP 看服务是不是已经起来 大家请看 80在着呢 对吧 5432是Postgrade 也在着呢 那么咱们可以连上去 如果是可以的 如果正常连上 而且可以使用的话 那么咱们通过咱们的程序 就可以连接到 我这台机器的 5432 就能够使用这个 Postgrade 追悟服务了 对不对 OK 那咱们就连接一下 怎么连接 哎呀 咱们回到这个地方 咱们找到IP 这儿了吗 这是IP 拷贝一下 然后呢 粘贴到浏览器当中 Go 现在咱们应该可以打开 一个PG Admin的 管理的画面 然后这个多元 咱们选择简体中文 然后这个login的口令 是什么 还记得吗 对 刚才这点给您写了 这儿 那请看 这是一个假的UR 你们不要往这个email发 发邮件 因为这是一个假的 如果您要往这个email发邮件的话 会被无情的退回去 为什么 因为不存在 好 咱们login 是这样 上一期 我给您讲的是MySQL MySQL PG Admin PG PHP MyAdmin的好处 是它会默认的 把服务器装载进来 对吧 今天咱们用是PG Admin 大家请看 并没有任何的数据库 咱们干什么 咱们需要自己去手动连一下 我要连哪个数据库的服务器 这个是和咱们当时讲 MySQL里面 PG MyAdmin 所不同的地方 那个自动就连上了 对吧 它连的是本机 这个不行 这个咱得手工连 怎么连 大家请看 机右键 选择创建 然后找到服务器 这个地方输入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您本机随便起了 对吧 叫MyDB 叫什么都行 对吧 比如我就叫PGSQL 叫PGSQL 可能冲突 咱们叫MyDB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需要指定 我往哪连 这个主机名称和IP地址 该怎么写 同志们 往上看 这就是这个服务名 叫做PGSQL 对吧 把它拷贝过来 拷到这 然后端口532没问题 微游数据库没有问题 然后用户名 PGAdmin 这个用户名 就是这个用户名 对吧 当然这地方 您可以当时 您可以写一个 比如说DBAdmin 那您这就得改成DBAdmin 好不好 OK 因为咱是PGAdmin 所以这个地方 咱就不动了 然后这个口令是12345678 拷贝过来 这样就可以连上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连上了 数据库打开 然后咱们手动 咱不是手动去 咱们自动建的MyDB在这了吗 怎么建的 通过这 建的吗 对吧 它会自动给您建个数据库 然后打开之后 这样操作 就跟咱们正常操作 这个MyAdmin 数据库是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比如说 咱们在这地方建个表 就可以建了 这我就不给您建了吧 这个就是咱们自己操作表的内容了 建一个吧 users 然后加个列 哎呀 这个 这个从哪建 这是 这 总不能都忘了 这个叫UID 然后数据类型 是找挖叉 这就行 255 OK 是否主件 咱选上是主件 然后存盘退出 OK 这样的话 大家看看 右边就建了个表 然后您在这个表里面 还可以再建数据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我就不再给您建了 OK 咱们通过这个方式 快速的在本地 或者说在您的家里 在您的公司的小开发小团队 或者说在您的大学宿舍 您就能够建立一台 供大家同时使用的 数据库服务器 您说方不方便 非常的方便 没有之一 对不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好不好 我今天代码呢 都会放到小马部落 迪斯科专层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进我的庄区 下载今天的文档吧 好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